这是环太平洋中极灵活和优雅的密身的机甲 即使在拥挤不堪的高楼大厦之间 也能使出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它就是军刀雅典娜 一身高科技的流线型设计 堪称机甲中的超跑 军刀雅典娜是一款战胜于2033年的机甲 比我小了整整36岁 制作成本也才587 也就我一年的工资而已 非常的便宜 由于军刀雅典娜身上没有重力气 所以它是所有机甲中灵活性最高的 奔跑起来就连流浪者也攻不上 作为刺客型机甲 它的武器肯定是剪 从背部抽出的两把离子双刃剑 打架之前纤习惯性的破坏两个大头撞撞 由于灵活性较高 因此可以轻易躲过怪兽的宝列冲击 利用手中双刃剑还给怪兽做了一个剖腹成 军刀雅典娜虽然属于刺客型机甲 但是独自面对一只怪兽时 它也能利用灵活的身法重创怪兽 手里的双刃剑必要时还能合二为一 有点类似于子弩剑 合体之后的长剑杀伤力惊人 即使面对强大的合体怪兽 军刀雅典娜也能砍掉怪兽的刺激大战 为最后的胜利奠定基础 但是由于自身护甲太低 军刀雅典娜被怪兽拦腰截 还被怪兽的尾巴刺穿驾驶舱 最终彻底报复 虽然军刀雅典娜败 但是它那一招一式的武术动力 复知道有多少人红千梦